聽起來很舒服啦 不好聽的話聽起來當然很刺耳 可是不好聽的話是什麼 梁耀偶啦 你見我們今天有誰會 會真的希望他不好嗎 你說他今天不好 他不好的話他民調低耶 相對倒楣是誰 是我們耶 今天為什麼他民調假如高 就代表大家生活好過 大家對他的政策滿意 大家很支持他 可是因為他的政策不對 所以大家不支持他嘛 所以大家日子還不好過嘛 所以我一直跟他講說 其實明明是一手好牌 怎麼打到什麼 打到相公跟棒錢 所以這個是蠻悲哀的 所以他當然他聽的是非常不舒服 那我是覺得說 假如總統他再繼續 聽他周邊的幕僚 尤其什麼陳昌文 我當然指指名他啦 那個人就是為他個人的利益啦 還什麼羅志強的話 那馬總統他的民調還會再調 他還會怎麼樣 還會更慘啦 對 那你說怎麼解決 假如說訴訟 假如說你真的在 所謂再抗告 那一定輸了嘛 很多律師都已經檢討 兩省都輸了 到第三省都輸嘛 那你再輸的話 那你不是更難看嗎 那不妨 你就交給錢代會去處理嘛 對不對 你今天一個院長你要開除他 你要經過黨員通過啊 那你就交給按照民法的規定 你要開除你的社員或是開除的黨員 你就交給錢代會嘛 由全部的國民黨來背書嘛 王院長是不是應該要開除嘛 那這樣不是就解決了嗎 那你何必呢 何必自己一定要跳進去呢 而且你一直在為你自己變白 一直在表你是越變越黑 越變越糟糕 那造成民眾大家更不滿意嘛 那社會這個昏昏牢牢 不解決的話 你說用倒格鬥就可以解決嗎 用解散國會就可以解決嗎 不要說為了解散國會 就是應該要把王院長拉下來 我跟你講啦 王院長也許以前去選選不上啊 他現在去選一定選得上 假如你今天 你在重新選舉 你王院長在選上的話 那你不是更慘嗎 所以有人就舉例說 你今天是這樣 你今天是一個班長 跟什麼 加上你的什麼風紀鼓掌 兩個人聯合起來 去打你的邪術鼓掌 可是兩個人打不過人家 還打輸人家啊 那打輸人家的時候 你生氣 惱羞成怒說什麼 我說把你錢班解決 解散掉 那你錢班解散掉 班長還是班長啊 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亂象能不能解決 其實台灣的亂象 要不要解決 現在的僵局 要解決的話 潛在馬總統的一面之間 沒錯 所以我比較好奇 對不起 我比較好奇 你講這些話之後 馬英九的表情如何 他有回應你嗎 他沒有回應啦 根據媒體的報導 是馬總統的臉色 一片鐵青啊 但是 關心民生 關心經濟 我相信馬總統也應該懂啦 但是亦宇啊 我們看到這個戲 演到了現在好了 馬總統他就是不想輸 馬剛羅員講的一面之間 因為 輸了 丟臉啊 馬英九不服輸的個性 我想我們把整個時間回溯 回溯到2007年到2009年 今天李靖永還開記者會 他以前法務部次長 所以他應該有 他們法務部內部的資料 他拿出了這一份 所謂陳長文在2009年 1月25號的一個投稿文章 投稿文章去講 侯寬仁在14年前 犯了這個太極門的這個 不當起訴 起訴的人後來被判無罪 所以應該冤獄賠償 你應該要去追究侯寬仁的責任 這個在2009年的1月25號 2009年是什麼時候 正好是2008年 政黨輪替馬英九拿到了總統的大位 結果他拿到了總統大位 第一件事 他不是要怎樣去推動他的政策 2009年1月25號 馬上開始 做這一篇嘛 2009年開始 他的鬥爭了 鬥和寬仁 為什麼要鬥和寬仁 你又不是要是不是 寬仁 我希望能 Tweets 發光 四個 sabe 就像 マッコ jumping 收音 萬 TELE